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办理的108年度全国县市施政满意度调查 彰化县在全国22个县市当中 在与民生最相关的医疗卫生交通两项方面 荣获金奖殊荣 对此县长王惠美表示会率领县府团队持续努力 期望打造美好彰化希望成事 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 办理的施政用心人民有感 108年度全国县市施政满意度调查 彰化县在全国22县市中 在与民生相关的医疗卫生交通两项方面 创造亮眼成績荣获金奖殊荣 我想民众的这个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 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各项的服务 以及呢破坏我们彰化县未来的一个愿景 带动我们整体的一个这个发展 让彰化呢不但是六都以外 第一个百万以上的人口大县 我们也希望能够也是让最有幸福感的一个县 面临高龄少子化挑战 县长王惠美积极向中央争取在北斗 圆林等乡镇市 新建综合型长照社福大楼 且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部件有211个也是全国最多 目前正积极盘点土地让各项镇市都有长照中心 而在交通建设方面 县府不但强化停车管理 也积极开拓道路建设 让彰化县更加四通八达 那医疗的部分的话 我们长期以来有所谓的万人见解 那加上现在的西肝 那以及我们有非常有1700多个志工 以及600多个我们的卫出委员都在基层 那跟着我们卫生局的这个团队一起在做努力 那另外交通的部分 铁路高铁还有我们的这个公路 那我们也努力在剥划我们的这个捷运 希望我们的东西两边能够衔接起来 让我们的这个南北或东西向都能够更加的顺畅 彰化县为六都以外人口最多的县市 但中央统筹配合款却是全股最低 不过在这次民调 却能够在医疗卫生交通等与民生最相关的领域 在全股22县市中拿到八成的满意度相当不容易 县长王惠美表示会继续努力 期盼打造美好彰化希望城市 接下来熊西彰化县采访报道